你看那里 那上面好像是聂大叔的脸 还有小高 大铁锤 玄羽他们 等等 好像还有我 什么 你也变成通缉犯了 还有你 什么 傻瓜 瞧你怕成这样 被通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从十三岁开始被通缉 已经很习惯了 我现在才十二岁 我比你早通缉一年 这你也好得意的 这可是我第一次被通缉 我们走吧 听说被通缉的人越重要 赏金就越高 是不是 是啊 不知道我们的通缉赏金是多少啊 正常来说 第一等级的重贩赏金是一万两黄金 我居然是一万两黄金 我说的是第一等的重贩 又不是说你 那你以前的赏金是多少 我的行情嘛 去年是三万两黄金 最近好像又涨了一些 什么 糊说 你怎么会那么值钱 肯定是吹一牛 信不信随你 叶色深了 走吧 傻瓜 我想看看自己的赏金 不行 太危险了 你是不是怕我看到我的赏金比你高 所以不让我看 你嘛 我给咕个下 弄个一千两千的差不多了 哼 胡说 我很自欠的 大叔真厉害 这人值十万两 一万两 一万两 七千两 嗯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又涨了两万 看来 嬴政是越来越喜欢我了 别揉了 你没看错 是一千两 嗯 其实 作为你第一次被通缉的赏金 一千两还算可以了 嗯 嗯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行了 看也看过了 走吧 你干什么 一千万两 这才比较符合我的身价 价值一千万两黄金的头号大通缉犯 天明大哥 嘿嘿 我们可以走了吧 嗯 走吧